大家好,ASTE到今次就介紹Tiny眉影MTR-04 高速鐵路香港段的動感號列車 車型是CRH380A 暫時沒有其他名字,我個人 用Fibre Express的Fibre 就這樣做Fibre出名 跟其他都是車廠名或訂單編號名的 列車叫做 他自己給了名字,拿Fibre 這些東西不太重要,當然是看車 包裝上面就用了高鐵的灰色 灰色,其實有點黃色 不是真的灰色 對,未能格式 這個之前在$71已經有賣 不過$130也不太捨得買 到現在終於有得會員便宜 $117 我是訂了在玩具店 給了錢,打算很快 始終7仔已經出過一次 想不到 要逐格逐格出 還要一格都不知道要隔多少個月才出 現在只出了這格 嘩,氣死了 MTR-04 防鐵Logo和高鐵Logo Sale也可以購買 但又不出車卡,只是出車頭 你看看 我不相信他會做到車卡路易的銷量 最初焰火只要靠一下一下子 不知為何 當然是裝得上去 也算是實一點 是裝陷的時候裝得不好 輪子也頗順 是一些鐵路輪子不錯 這次就介紹整個廣鐵微鏡系列最長的車 無論它如何縮水,車都要這麼長 都一定有些東西要跟比例 因為它的頭要跟比例 才然頭那麼長 很難縮 變成它也是切開這裡的位置 切開窗 比例就是1比120 長度就縮了上去其他應該跟比例 其實鐵路紀念品現在最缺乏的就是 適合比例的車模型 現在唯一出的就是1比87 相信很多人都不幫 會有這麼多位置放這麼多模型 所以這些大比例 這些小格的列車門 真的頗需要下帶 港鐵合併前做過的模型 都沒有再製造過 而且那隻真的不夠精緻 只有外觀裡面完全沒有東西 現在最接近那類就是這隻 但是長度不適合 這次車廂編號的東西 應該有什麼樣子 都是ZY 025801 已經忘了是什麼意思了 真的很多編號 之前有人解釋過 CRX300A 還有0258 看一下你的終點施 點逐一個 打不減抄還是什麼 還是屬於一個 廣州南去到香港西九龍 這個班次就是G3101 車頭一等座 可惜這個單售版和情景版是同一個編號 如果有兩個編號有個分別也算好 現在是照版主碗 我拿一個情景來看看會怎樣 拿回年中嗎? 年頭的時候? 我忘記了多久之前 是今年的 這個情景套裝 包裝不同了 鐵軌那麼容易脫出來 已經第二次脫掉了 這個情景 整條軌軌又脫掉了 開心 嘩 撞鬼 它找什麼貼的 這樣撞一撞又脫掉了 它沒有直接敲到軌軌也可以 質素也不一般 下次應該不要弄鐵軌 直接印銀色 算了 這次的包裝 都很明顯 由原本這個四分之一個圓柱體 變成方形 長方體 列車就在這裡 基本上一模一樣的 0258 算了 看看怎樣扣起來 這個是最像真車的扣法 但是扣不緊的 為什麼扣? 之前試過有效的 其實也挺困難的 對 不跟著方法扣 好 可以了 扣緊了 這個不正式的 假裝真車扣就是這樣 但是官方的 簡介就是 一個要垂直一個打橫 超奇怪 我想不到這樣也扣得很緊 對 有個兩卡高鐵 一個中間卡都沒有很不夠 對 我覺得它有些中間卡 我覺得 就算它Q版了 它縮了水 都覺得會好些 它現在拿一個車頭縮水 好像很不夠 超不行 對 一個這麼小的系列 真的很難人人買 現在兩卡 很工具 哈哈 現在唯一頂得信就是輕鐵 因為輕鐵就是這樣 一卡又可以 兩卡又可以 我得了 好 嘗試用它真正的扣法 跟回包裝先 向下 還有 隨便向左還是向右 好 看看如何拍 好耶 又掉了 好 撞回 這個是真正的扣法 對 一個打橫扣 一個打直扣 好 這樣就應該夠實正的了 沒有那麼容易脫 但就沒有那麼逼真 不過算是按完看都不方角 都不會留意到 對了 其實它有幾種車卡 人類好像只有三隻 對 車頭 雜電工卡 普通卡 其他內籠那些 就算有不同 它都應該是同一個沒有弄的 到時候 人們又要一款車卡 買幾格 才能組成一格 百卡 其實真的有得做 不知道為什麼不做 應該 又是港鐵那邊 不給 不管它 希望可以出 好 今次介紹來到這裡 已經忘記了哪格 打哪格 不管 一模一樣 反轉擺包裝 沒有所謂 好 喜歡就like 記得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